警察就拿出来 忙着我给你看 因为你还要出示旅行事务的法律区 你不想随便找到人看吗 什么事给我看一下 那不行了 你要这样讲人民警察出示证件 可以检查这个4-6小分信息 这是可以的 谁跟你讲的 这是人民警察发负语的实责 自己的规定 车站码头知道吧 你现在不是在任意地方可以查上 我们就是律师 我们查证 文化行政码和监管码有什么问题 不是 你要依法行政码 我现在查理行不行 是的 我是依法行政码 你法在哪呢 法在哪呢 车站码头机场可以随便查的 别的地方必须是犯罪嫌疑人 你查我 因为我是犯罪嫌疑人 现在因为你限规法在先 马上多查给图书理 人民警察是证件 可以判查股民的个人信息 马上投诉你 因为要滥用之前 骚扰公民 拿出译据出来 只要有译据给你看没问题 拿吧 提醒你好好回去把警察网好好看看 因为你这次旅行职务的译据 你可能原来就是这么操作 但是你这个操作呢本身可能没有译据 原来没人管你们 没人监督你们 就乱来的 好吧去查一下 没有的话你们自己好好回去学习一下 绝对违法了 你们这样啊 你们绝对没有依据 你们道歉一下就不会图诉你们了 就是读查 否则你们两个都会要读查来监督你们 好吧 不是 我讲是这样 我提醒你自行纠错 免得读查有一个记录 违法投诉的记录 对你们来讲不是个好事 又不道歉吧 又投诉你们两个了啊